辽宁南兰再一次输给了广沙南兰 赛后乌格竟然拒绝和王伯握手 气度这么小吗 原来是我们误会人家乌格了 赛后辽宁南兰的主教练 乌格洛佩斯在新闻发布会中这样说 我来到中国持教一年半了 我也当了很多年的主教练 我非常尊重所有的教练员 但是对面的广沙南兰主教练 王伯竟然对我说了那几个字 F-U-C-K-Y-O-U 我非常的愤怒 我希望CBA联盟能够调查这件事情 好好的去看一下录像回放 看看他到底说了没有 而王伯却在赛后说 乌格洛佩斯和自己的距离比较远 可能产生了一些误会 感觉自己很无辜 双方各执一词 到底是有没有说了一句话呢 说还要把比赛回放到上半场的最后一攻 不到三秒钟的时间 广沙对外援运过半场投进三分 此时此刻可以看到替补席的主教练王伯 确实对着辽宁的替补席说着什么 这个时候乌格主教练就已经不满意了 向裁判投诉说 他为什么要骂我 他投进了就投进了 他为什么要骂我 投进一个超时的压哨 为什么还要骂我 一个外籍教练感受到自己不被尊重 所以说在这里申诉了很久 他对此非常不满意 他已经不是在强调 看一看这个球是不是超时了 他是在说王伯为什么要骂我 为什么要说F-U-C-K-Y-O-U 至此我们也就理解乌格为什么赛后不和王伯握手的原因了 其实他还是和广沙南篮的助理教练握手了 以表示对广沙南篮没有意见 只针对王伯个人 大家对此事件有何看法